大家好,歡迎收看司機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李浩德 在旁邊是中原集團的司老闆,施永青施生 施生,你好 你好 施生,這星期又是多事之秋 今個星期蒙面法實行了幾天 剛巧中美談判又是這星期 大家未知後市的看法是如何? 你也和大家指點一下米震 我自己看,那種很動盪的情況 就會告一階段 這是好消息 應該是好消息 因為這段時間,我有時遇到朋友,甚至三不認識的人 在街上碰到我,都被捕捉我 他們說,施生,這樣下去怎樣電? 香港以後會變成怎樣? 大家都很擔心 無論是哪邊都很擔心香港的前景 我當時就跟他說 如果純粹說那種動盪的環境 我認為不會長 不會長的主要原因是 這件事的事情本身 是對香港沒有好處 對普通人也沒有好處 一件沒有好處的事 就不會持續 不是的 現在又說,核爆都不同 勇武決裂 好像擾讓了差不多四個月 但是,我自己有幾個方面的觀察 一個就是,人數是少了一些 參與街上的環境 因為,我看到有些地方 擺完那些 路障之後 以前擺完,有人守住它 有遮陣 現在有時,一批人去那裏擺完 一輪就切掉 人數不足才會這樣 我看到有些司機下來拉開 街坊拉開 整體人數,我覺得是少了 有些人說不割席 實際上,在行動上割席 另外,訪問街的人 他們當然說 我也體諒 我也明白他們爭取的事 我也支持的 這只是一個政治正確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問街的人 你明天想地鐵開 還是,地鐵不開 其實他們也想地鐵開 因為,不是什麼黨鐵 那些都是人民日日上班坐的鐵路 日德上的生活,真的有影響 我相信 不要說,藍那些 黃那些,自己做一做一做 都會懷疑自己這樣做是否正確 因為自己身邊的人都會身受其害 你撥爛了一些東西 都是人民去付出代價 所以,我自己覺得 去到這些位置都很盡力 因為蒙面法出了之後 當然你說,行動還激烈了 破壞更重 那幾天,為了證明蒙面法沒有用 才做多一點 但已經靠提高暴力程度 提高破壞對象 去到商業機構 我認為,用這些東西去顯示自己的存在 其實已經是乾怒之忌 下一步,我也要立此為照 看看是否真的會少一些 例如,這星期六日會搞的程度 就沒有支持 我也有聽到一些封煙節目 以前那些,真的核爆也不覺得 勇武支持到底 但現在開始有勸喻 那些人說,你真的不要去搞地鐵 搞法是對普通人生活影響太大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反對派的鬥爭模式,都會調整 不是說,一直加上去 因為增加暴力,不是他們的強項 如果增加暴力 政府方面,警方又增加暴力 不是,他們會增加他們的優勢 所以,我自己看 因為未來的日子,破壞行動 騷擾商界行動,就會減少 不會擴大 所以,如果說投資 如果這是一個利好因素 這個利好因素,會在這星期慢慢展現出來 相反,中美談判會不會有結果 這兩天,就在華盛頓談判會談 沒有不談,還會談 談的意思是,雙方都想有結果 不過,可能分期很大 談來談去,都談不完 談過很多回合 談了15個月 為了令到,好像還值得談下去 所以,可能都要有些中途協議 如果不是打算一拍兩散 我相信,取得一些局部協議 都是有好處的 但這方面,我相信 中美的摩擦是持續的 短期只能夠緩和 是解決不了的 這方面,對香港長遠當然是不利 但是,如果說的市場 都是… 去到這位置,已經沒有特別大的期望 又有一定的波動 因為,傾不電的情況 都在市場出現過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了太多次的談判失敗 是的 所以,即使談判失敗 都是去到以前失敗的位置 所以,這兩天,可能出現的結果 市場是有些向好的發展 因為港股,其實是想等好消息 我自己就傾向,第四季 會好一點的機會 即是,第四季整體都應該看好一點 上次,阿施生也有說過 可能本地企業應該是見底 但近期,暫時還未出現 反過來,今日可能大家也有些不開心 看到,部分本地其中一隻 823,領展 連自己的CEO,都在購買這些股票 很多股民都打來問我 是否代表應得太淡 其實,領展是 以前房委會下面的商場 是相對本地化 當然,有一段時間 本地化的商場 都有做少少大陸下生意 但沒有尖沙咀、廣東道 那些做那麼多 所以,民生消販 應該影響比較少 同樣的理由 他們在租金政策上,都站得相對硬 當然,零售界或零售界 應該選租,共渡難關 但他好像站得很硬 暫時也是 站得很硬 通常,商界是最面對現實的 如果不電,便會選擇 所以,我相信他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有人行走 那些來掃場 都沒有掃領戰的場 所以,我自己看 他不選租 他不選擇,是代表他的情況 比其他的場景 但是,在整體形勢上 香港出現這麼多事 都是被扣分的機會多 那個CEO自己簡直 可能長遠不看好 對香港整體不看好 我相信,領展仍然是防禦性比較強的股票 只不過,之前升得多 現在回復合理水平 如果真的一直都這麼便宜 我覺得,如果可以選擇 反而領展值得更好 其他的收租股 現在香港政府也有提及 大業主要帶頭減租 共渡時間 會否揭起一個明顯的減租潮 我自己接觸 因為我都有幾百間舖 幾百間分行 在香港運作 我接觸到 大商場 可能是租約不到期 就很難談 隔壁家麵包店選給他 中原就不能選擇 因為他知道你沒有這麼快去收拾 但是,有一些都願意談談 現在個別業主 大部分都有減少少 幅度高 10-15% 三至半年 三個月至半年 答應你 他說 初定 市好,再加回 如果租約到期 減幅比較多 租約到期 一個是很難有租家 另一個是 我們環家 通常原租一定會幫你做 有些選擇兩三成都有 這是你有選擇的場 在旁邊的場上 可以選擇的 兩三成都有 如果整個屋苑只有一個商場 所以,香港的業主的耳隔能力還是很強 基本上,趨勢就選擇 兩三成都是普遍的情況 很容易感覺到業主想留你 希望你留在這裏 不要到處去 價錢比較容易談 以前,你不租 他說很多人有一個期待 真假不知 你在壓力下 不想不見了那個位 你就可能要接受它的條款 但現在,多數看到它 很想你留在這裏 空置率是否高 空置率 在街鋪,很多人都看到 銅鑼環、尖沙咀 開始出現 鋪位,兩個角度都有壓力 一個就是互聯網興起 電商搶了部分生意 另一個就是,現在的大陸來嚇少了 這件事我覺得會影響持續 因為香港的服務業 如果只是服務香港人 其實去不到現在的規模 現在的規模是 過去一段時間 放人下來消費去撐住 現在的人覺得來到香港不受歡迎 你來消費而已 也不想這麼沒人 因為大陸現在的年輕人 對香港的印象 老實說,真的一般 近期更加少人 零售業、餐飲、旅遊 我相信是要大規模 縮小規模才能生存 所以未來的失業率會有影響 會有調整 今日的視頻差不多 多謝施先生 如果各位觀眾想了解多些C基金的資訊 歡迎到以下網頁 我們下集再見